好 主播台中有一名60歲富人 到郵局的林貴 想要提領多達180萬的現金 那問她用途呢 她說是要投資 那銀行人員擔心是詐騙 就請袁瑾到現場關心狀況 她說這房間有的啊 這我趕快買啊 那兩老我自己放在我房間那邊啊 沒錯啦 因為這個畢竟是100 100幾 180而已 對 180啊 富人告訴袁瑾說 自己是最近擔心發生戰爭 那在外申的建議之下 想要投資黃金跟鑽石而已 當下要堅持是要領出這180萬 那袁瑾避免富人被詐騙 從郵局裡面一路勸導到外頭 最後在苦苦的勸說之下 先把人帶回到派出所 並且聯絡家屬再次確認之後 發現並沒有富人口中的這一名外甥 最後在袁瑾們跟家屬的耐心勸說之下 她才終於意識到自己是遭詐騙了 最後呢 也守住了這一筆辛苦錢 以上是最近找到消息時間交換口內 掌握全球情勢 訂閱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